他問你說有關這個訊狀藥包感染 在這個新包裝置防疫的這個部分 他說如果是用在金焦擴配的方式 包括發覺、發想那種好 一張要用多少量 或者是說一分電的營量 還是用的頻率要多少 包括效面使用或是說頭面 這個歡迎舊包裝、新包裝 都是一樣的 這個東西換湯不換藥 裡面的東西是一樣 只是說以前我們沒有登記在農藥上 因為那時候法令上還沒蓋備 還沒擠備 所以你說要把這個東西定期在農藥 真的是困難重重 因為你把他動作是化學農藥 到現在為止也是政府也是這樣 就是說面對這種 面對這種衛生物的這個東西 他都把他在這個管理上 他沒有特別說開一個爐 讓他去走 你農藥你就是這個化學農藥的這種 管理的這個方式 把你當作是非常 這個很吃辣的這個東西 什麼好 這樣也是對的 但是對整個的這個 within�� design 這個耶 這個應用來説 他確實是まだ 這個 Maine 這個東西 因為有時候 人最嚴 Sergio 就是未知 這種對汽車的這個東西 我們很肯 CC 我們很擔心 就是說乙虹 你這聽到很平衡了解 這是預防他沒有這個 對著你再來管 當不自己好去 他只能延長 但是最好是不要這樣算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 洗漱的時候 該管兩邊 管兩邊 然後他本身的夜噴怎麼會塞 但是根部的吸收效果很好 他就接種成功 尤其在在那的時候 那金蠟就含人不一樣 多一點 稍微黃黃的 這種的 他慢慢有在那裡黃黃 這當然 他就表示說 從小孩煮一煲 在那裡發燒發燒 表示這個困土吸氣 這對金蠟就有產生 這個保護作用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是在這個 簡單來說 如果是要擴賠 這 可以 我們應該是要這樣說 因為 很多都說擴賠 有的叫做生菌 這兩項我們是把他分開 我們是把他分開 應該把他分成三種 分成三種的一個方式來做 就是說這個保護自己定義 這很多人說你就比較厲害 不是啦 我是說這樣說 比較清楚大家聽得到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我們先把他叫做精神 起來 其實性菌也是擴賠 但是他可能比較沒有做到那裡 有這樣 就是說我先把他 因為我們這種困是一個休眠包子 我如果用在水產 我用在我的一個感冒 用在這個回歸 因為那都濕濕了 所以那裡就很快就起來 但是香蕉很可能沒湯 水果很可能 他水分比較 比那個 水果通常 他的水也比較大 所以這個效果會比較差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說 先讓他 不要直接用 我們這個是休眠包子 我們用 5%的一個糖 這是一個碳源 他把他攪一攪 把糖放下去 這個困的把他噴下去 把他攪一攪一攪 讓他 這個像在開殺手這樣 然後他就醒過來了 這種的這個通常就是有一個省菌 這個用下去之後 你比較快的 就把他用下去這個產地 因為他菌已經是活起來 所以在使用上很方便 這種的通常就是說 你可以讓他一個這個時間 比如說 可能一個晚上 我們就可以用 如果這兩三天 都剛才都沒辦法用下去 兩三天也沒什麼要緊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在營的 這個方便 這種這補阿通常叫做成菌 再來一個改單就是說 我要擴大培養 我要讓他睡很多 所以我愛讓他 愛讓他有一些適當的營養 所以可能我會給他 一點點糖 3-5% 一點點糖 蛋白質的來源 3% 3-5% 當然這個蛋白質的來源最好是 因為脫脂的黃豆粉 因為脫脂過期之後 他比較沒有脂肪 因為這樣我們在做的比較容易 你把它擴大 擴大 這種有碳有蛋 然後就是有一個食物的解析來源 當然有時候我們還要加 一些綜合維他命B 這種通常叫做擴大培養 就是說我要給他擴大 很多 很多把它擴大 好 我就是 做材料就變成 有的人是這樣擴大 就可以賣了 也是叫人用200-300倍 你就可以賣 這種這就是我們說的一個擴大培養 另外一種其實擴大培養也是一種發酵 所以你看起來成菌擴焙發酵其實都差不多 還有一種我們的目的就是說 我讓他蛋白質的來源比較多 因為我要讓他擴大培養 因為擴大培養就是我什麼時候要用都沒關係 我差不多七天過 我有一個量 五天七天我就可以用 但是我如果是要用這個發酵 要愛他的發酵液 我可能兩禮拜三禮拜過 我要讓他的蛋白質來源分解 更完整的時候 他三星類似控性素那種的一個成分 這個東西比較多 我要愛這個發酵要愛 不是困的本身是這個發酵液 所以三星的這個東西 一種我們叫做發酵 所以這個是 我是這樣分了 反正這裡面其實都有相互重疊 譬如說你這個成菌和擴焙 這個要一樣 擴焙和發酵有什麼不一樣 這時候我自己分了 就是說我們大概這樣去做 所以到底對一種比較好 我也不知道你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如果你如果是純粹對這個菌 就是要讓它菌有作用 簡單來說就是 用一點糖涼涼涼的冠冠 他這個困的本身比較快 因為那時候 他在這個環境裡面 就是這個優惡的食物來源裡面 我們不要讓他待太久 因為你在那個地方大太久 他有時候感染作物的一個 我們這個遜狀藥寶鑑菌最大的 這個效果是 是要做什麼的這個帶來 這個內生性 這很多這個困 都沒有這種特性 所以這個內生 他都要做什麼帶來 這是他最大的一個優點 但是他如果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食物來源 他要去感染到這個 食物的一個速度 就會稍微 這個我們比較不愛的這個原因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看你要愛是什麼樣 所以這各有不同的這個目的 我們如果是說性菌之後 比如說我一分底原底是用250克 因為我們一公斤是用 一公斤是用四分 一次可以用到四分底 你如果是把他用這個性菌之後 或是說你擴配過去之後 你可能就可以變十分之一的用量 本來250克你可以用25克去把他放大 放大之後去管管 這個效果應該也是都不錯 這個東西就是說 看你對他有信心 沒有信心 比如說如果覺得這個效果不錯 你每一次在加水的時候 都要灌一下灌一下 應該會讓你感到 會有很明顯的那種感受 這很多原地 以前蒸金酒很少在用這個東西 現在都讓我們改變過來 為什麼 他好像覺得這個效果還不錯 所以他們就有這種 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 最主要這個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效果做一個 說明給我們聽眾朋友了解 這個基本上是這樣處理的方式 要用的這個頻率 到底要多久用一半 你其實你對水灶 要說你灌頭 其實這個殉裝有沒有感覺 你如果是純粹困的這個部分 因為天氣很乾燥 你噴在床邊 還沒那麼好 但是你也能夠測 你如果那天 剛才剛好 這個黑音 漏火 這美雨季節 這中壁 我們金酒 很難以後 一些這些病 夜班冰 黑青冰 我們一直去幫他做光顧 的時候 因為那濕氣濃 所以我們做農藥 我們就把它加一些東西下去 加一些困擂 加一些困擂 效果也不錯 你如果這個發酵後 有兩種的作用 就是有肥的作用 還有一個是什麼作用 還有一個 比方說紅荔毒 比方說紅荔毒 比較不喜歡這種東西的味道 你的發酵過你就知道 有一個很特殊 和白晶菌發起來 都不一樣的這個鼻 其實紅荔毒也不太喜歡 他可能就比較不會來 所以他的目的沒有三樣 所以你性菌 或是剖皮 或是這個發酵 這三種的目的是不一樣 反對說我們為了要方便 為了要追求的效果 這可能我們就是性菌就好了 那你如果說要生錢 你就把它擴配 你如果說要追求一個 使用上更高竿的 這個用法又省錢 又要效果好 又要有肥療 大碗萬機 又要 要大行的 要小行的 要加大行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發酵這個工作 但是這個工作要做得好 要很用心 很多人到來都放棄 因為 有些人要放棄 所以有些人要放棄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可笑 但是就是看我們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的目的在哪裡 這個目的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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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什麼 我們就用去選到 我們要用的這個方法 所以這沒有好壞的一個比例 例如說我今天在哪裡 要用這個困 我覺得這樣困 用的很好 生俊就很好用了 我是希望說這個 比較省錢 所以我就把它擴賣 我要還有其他的一個 這個在哪裡有困 還要給我 我要再省錢 我要自己做肥療 我要自己做農業 這樣你就下去發酵 這大概不算 不一樣的 三個改動 這是阿布爾為什麼 簡單去分 這是一個我們 使用上的一個分類的方法 這不是在這個工廠 或是說在這個業界裡面 一個什麼 這個科學化嚴謹的分類 這就不要再開FV裡面 吐槽 吐槽說我自己說的定義 其實我們是把它解釋清楚 這樣講也沒有錯 因為從來也沒有人去下定義 當然如果沒有那種學術的地位 所以我們不能下定義 但是我跟你說 這三個定義 這三個階段的定義 我是跟楊老師討論過的 所以老師也很認同 你這樣講哪種疼痛 好像可以 好像 但是本來這個東西 就很難去跟他講得很明白 只是說我們在使用上 我們去分類 這讓我們給朋友做參考 這種東西 你如果是說 這個殉狀藥保管菌 其實罐頭 噴效面都可以 這讓我們聽眾朋友 在使用上做參考 這次會請你 我先忘了 這次會請你 這次會請我 請你 請你 請你們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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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